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宜 被人发现她太太坐拥 一百零一间的套房出租 是个名服其实的包租婆 但是侯友宜忍不住感叹 老婆家族有钱真麻烦 其实很多政治人物的太太 都蛮会理财的 老婆有钱的不止她一个 行政院长陈冲的太太柯长珠 她曾经是电脑公司的财务长 可是坐拥两亿元的房产 就连第一夫人周美清 当年也是年薪好几百万 曾智朗夫妻的财富上亿元 只不过他们还是开着 一辆才65万的小车 相当低调 老婆有钱是福还是货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老婆有钱真麻烦 许多人听了压痒痒 不要数落她的太太 搞不好哪一天 她从公子退休之后 她会觉得太太有钱真幸福 反观行政院长陈冲 则是对太太相当感谢 我们家里的老板 柯小姐表示谢意 陈冲太太柯长珠 曾是人保集团王牌业务员 理财有道更成为财务副总 累积资产相当惊人 让陈冲住进两亿豪宅 而会赚钱的老婆还有这一位 谢谢 总统夫人周美清 当年在赵峰银行上班 月薪高达15万 26年的年资 退休领了880万元退休金 她真的这样 而前教育部长曾智朗的太太红蓝 理财也是一把招 像曾智朗 本身是个大学教授出来 这样也不见得太有钱 就是她太太理财优 教育专家红蓝出身 司法世家 夫妻两人身价破译 还让曾智朗龙登内阁财产 排行榜龙头 贵旗官员政坛真不少 麻不麻烦 见仁见智 好几天